Hello大家好,今天视频评测的内容是这款黑马工作室的巫师三杰洛特 那么先看一下这款的包装盒部分 一个红色的背景 里面有一些比较漂亮的图案设计 下面是杰洛特的在游戏里面造型 背面有同系列的几款人物 Siri, Yennifer, Trace,还有狂烈之王 这一侧是狼标志 狼学派他们的徽章 我们看一下雕像的主体部分 请给大家360度的展示一下 它的整体的体态 这款造型其实还是不错的 虽然说没有太多的张力 但是它有一种虚实待发的这种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也是标准的拔头身 这款模型的主要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剑柄 可能是拼装的时候 在后期工厂可能制作的时候有些问题 所以说这个剑柄呢 基本上我观察一下大概百分之百都是 都不是直的 从这个剑锹开始 应该是走到这里 但是应该是直的 但这个呢 被生生的拉扯了这个弯 有一个弯度在里面 所以说也是这款模型最大的败笔 那是其他的部分呢 还是不错的 比如说这个细节的雕刻 在这个锁子甲的部分呢 是这款模型的最大的亮点 就是它的锁子甲的刻画 非常非常的细致和严谨 这款的细节和涂装呢 都还是很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锁子甲的部分 非常的细 因为我当时 其实在看到 有公司想出这款Garrett的时候 我还是很担心 就是说会不会把这个锁子甲 做得非常模糊 或者是细节不好 但是这一款的细节 黑马工作室做得是非常不错的 其他部分的细节 底座的刻画 是一个狼鹊派的标志 靴子的刻画呢 少了一些基底的刻画 我觉得靴子应该在更多一些基底 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个整体 这款模型的整体呢 感觉略光滑 它少了一些 比如说像奈卡和麦克法兰 特别擅长的这个基底的塑造 在基底塑造上呢 还是略显质嫩一些 那么再看一下这个头雕部分 头雕呢 其实还是不错的 头雕的涂装也是 是蛮到位的 这个头发呢 也是有这个深线的效果 所以它这个层次感也比较强 头发的细节刻画呢 也是欧美系厂商的这个普遍水平吧 也是做出了这种拉丝的效果 然后这个胡子和短发的部分呢 略显模糊 图的细节刻画 颜布的涂装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把基罗特这个猫眼的特征 这个凸了出来 然后看一下它的 其实这款没有任何的可动和配件啊 它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挂在身上 它的配件呢 只有是这一把钢键和手上的这把银键 看一下 这两把键的刻画 这把键的 这个键鞘部分呢 是软胶的 它的钩子 用来挂它的 比如说像一些什么 战利品质的 这钩子呢是硬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 这个后面的这一部分呢 这个也是硬的 最后很断 这款涂装还是很不错的 很层次感 下面再来看一下尺寸的对比 那么呢 我手上有这款 DCC的7寸的机动人 大概比机动人高了半个头左右 其实它是这个有透视的 不然它的正侧面大概高了一个头不到 然后还有一款 确实比Garrett高很多 那么加上地毯呢 Garrett才刚刚跟这个Rick一样高 那么尺寸的对比呢 就是这样 然后再来看一下尺寸的对比 然后再来看一下尺寸的对比 然后再来看一下尺寸的对比